不當跟風球迷簡單看懂 NCAA 大家好我是籃球字典張耀生 歡迎收看 NCAA 小嘗試 今天的小嘗試呢要跟大家介紹 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在北卡時期的故事 Jordan 在1981 年的時候進入北卡 很快的就打出了自己的風采 NCAA 的首場出賽 Jordan 就拿下了 FUGO 石頭五中 進帳12分的成績 菜鳥首戰就能有如此的表現 真的是不簡單啊 有些球員打了四年 還不一定能有這樣的表現 而大一的Jordan 也開始讓許多人注意到他 覺得這個小子真的有東西 那一年北卡靠著胡人傳奇名將John Wardley 還有其他的班底球員 再加上Jordan 一整個賽季幾乎是 擋都擋不住 一路給人殺到總決賽 那這場冠軍戰也是歷史上非常偉大的一場比賽 現在許多球迷想起來啊 還是津津有味 當年北卡對上的是 防守硬鬧不行 撼到不行的喬治成大學 正中可是有人稱NBA大猩猩的 紐約尼克傳奇中鋒 Patrick Ewing 坐鎮的 兩隊的實力非常接近 增長打的是誰都不讓誰 最後一波進攻啊 北卡61比62落後一分 Wattie還有其他球員被手死 結果球啊給他落到一個大一的菜鳥手上 那就是Jordan啊 結果這個沒投過關鍵球的菜鳥 借到球沒有手抖就算了 結果給人家丟盡啊 真的是Miracle 準決殺喬治成大學啊 替北卡拿下了當年的總冠軍 之後在NBA啊 Ewing領軍的尼克 又在有一年的季後賽啊 被Jordan的公牛給打下去 如果我是Ewing啊我看到Jordan的時候我很想衝上去打他 好啦那剛剛是題外話 其實Jordan自己後來也說過 當年這個準決殺出手啊 是他籃球生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當年的神奇表現 也讓Jordan拿下了NCAA ACC聯盟的年度最佳新秀 你要知道ACC這個聯盟 是屬於NCAA里啊 非常非常頂尖的聯盟之一啊 什麼怪物都有 然後Jordan拿下這個獎項時 才開始有人注意到這位大一球員 而這一年啊 只是Jordan傳奇生涯的開端 身為籃球之神 故事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啊 一集就跟你講完 下一集小嘗試我將告訴大家 Jordan 在大二大三是如何 屌虐其他童年齡層的球員啊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有什麼想跟我討論的 或是想聽我解說什麼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NCAA小嘗試 我是籃球字典張耀生 我們下集見 沒看不行喔